大貨100 水貨男三販出局 你以為了 現在不管奶粉還是尿片 一樣照拉 肯定拘留15天或第三次 應該是會應時拘空 一般的生活以下就有機會 根據法律證證 就不猜猜是哪些貨物的貨物 內地新來實施後 就有個水貨男五、六月 兩次被搜出兩部notebook 和45部手機 分別被行政處罰後獲釋 但他還不懂得死 五日前 再帶96張無線上網卡過羅湖 成為第一個一年內 三道走私被捕水貨客 被引用刑法修正案8 刑事拘控 他公稱 受聘於水貨集團大貨 報酬100 但內地海關說 批貨逃稅達到1萬 而內地新來實施後 第一個月內 查獲走私案 就少了七成